下期达沃斯论坛的召开 表示要维护多边主义 自由贸易的基本规则 因为不管这个规则 它还有什么样的需要改进的地方 它给我们带来的是普惠性的 是人类的文明进步 这里就涉及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如果有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共同协商解决 任何单边主义的行动 都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